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案 就是寿期高中优质化 我们是很希望在每一个 一个所谓学期里面 寿期里面都有一个 比较代表性的那样一个高中值 而这个高中值 它的那个平均的水平都很高 这样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寿期的这些学生 留在这个 不要说我住在那个桃园 然后每天要通车跑到建宗去 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的 就是环心计划 他们现在有所谓北心计划 环心计划是大学那边称的 那环心计划的基本概念就是说 你即使在一般比较偏乡地方 你念国中 在那边念国中 只要你在这些学校里面表现好 你是有机会被 不必经过那个考试 你就直接就可以进到那个 很好的那个 所谓明星高中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鼓励说 我留在我的家乡念国中就好了 我何必跑到 跑到那个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这样 那我留在我这个家乡念 我好好念 我是有机会进到我想要进去的 那个最理想的那个高中 这样的话我们就希望让他 回到所谓的那个高中受区化 高中受区化 你就在你的受区那边念高中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 大部分的受区的这个高中 他的那个品质都不错 要不然如果撑出不起的话 大家还是想要挤到那个好的高中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